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 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 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 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两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 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 耶胡达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还有少数名额 七月份报名截止 请抓紧时间报名哦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传染病 叫猴豆 这个疾病呢 在2022年的时候 曾经还有过一小段的时间 引起过大家的恐慌 那当时呢 甚至还有人传言说 猴豆即将代替新冠病毒 成为下一个大范围的 快速传播感染病 当时呢 把大家都吓得不得了 那那个时候呢 猴豆的确是有过 非常短暂的传播 那起因呢 就是因为在英国 举办了一个国际性的 LGBTQ乱交大会 大家都从各个国家飞去参加 在这个乱交大会上面 感染猴豆的人就混杂在其中 结果经过了几天之后 大家就都带着猴豆 回去自己的国家了 那那段时间呢 的确引起了一些骚乱 什么专家呀 教授啊 全都出来说 哎呀 我们要赶快开发猴豆疫苗 然后说猴豆这个东西啊 是怎么传播呢 猴豆可以通过飞沫传染 空气传播 但是呢 英国马上啪啪打脸 英国政府呢 在经过调查了之后 就发现说 传播途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在2022年5月26号 英国政府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在这个问卷调查里 就调查了152名猴豆患者 这152名患者里面呢 有151个人 都是通过与男性跟男性之间的性行为感染的 剩余一人拒绝回答 那么在这一次调查之后呢 这152名患者中的45个人 又接受了再一次详细的问卷调查 那其中呢 这45个人里 有98%的人说 他在猴豆的潜伏期内 和其他男人发生了关系 有60% 说在过去的一年 感染过性病 44% 说在过去三个月内 有超过10个性伴侣 44% 在猴豆潜伏期内 参与过群体的性行为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感染猴豆的途径 以及应该要如何预防 很简单嘛 就你不要去发生 男男之间的新关系 你也不要随便找个人就乱交 这就是最好的预防的措施 但是美国呢 有一个猴豆顾问 他不这么认为 这猴豆顾问从哪来的呢 就是在2022年 8月2号的时候 拜登就宣布说 我们要组成一个猴豆的领导班子 那这个领头人 这个职位就叫做猴豆应对协调员 那这个人呢 他的学历很高 你可以看到在他的简历上面 这人简直就是一路名校 他读过哥伦比亚大学 之后呢 又就读了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 那维基百科上面 没有说的特别清楚 但是按照年份来看 其实他应该就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 然后哈佛的研究生 那么最近呢 他上了MSNBC的访问 他在电视上面说 说对于这种男男性行为 会传染猴豆啊 拜登政府 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呢 说拜登政府的目标是 支持人们去享乐 然后不要说 这种行为是有风险的 他说 大家看法都不一样啊 同样一件事 有的人呢 就会认为说 这个是有风险的 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伟大节日的狂欢 I work in HIV normally and I'll tell you that you know I always say that I've never made an HIV diagnosis in someone that hasn't somehow related to stigma I think Mpox is the same so really stigma tends to be a barrier to testing a barrier to vaccination and so you know really addressing stigma intentionally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get the word out in a way that supports people's joy as opposed to you know calling them risky so think you know one of the things to think about is that you know one person's idea of risk is another person's idea of a great festival or Friday night for that matter so we have to sort of embrace that with joy and make sure that folks know how to keep themselves safe 那他在刚才这段话里面呢 就透露出来几个观点啊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那一个呢就是语言上面的欺骗 那他说不要说出事实嘛 你不要讲说这个东西威胁性很大 因为你说出来的话 人们就有顾虑了 有顾虑了说 我怕这样的话我会得病 所以呢 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放心的 继续享乐 他说不要说男男性行为是有风险的 咱们把这个语言转换一下 对吧 你说你就要说 我支持你们去享乐 那这种语言的更换呢 其实是给人带来的心理力量是很巨大的 就像掩耳盗铃啊 这个成语 掩耳盗铃的人怎么样 他把耳朵捂起来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给了他心里一个支撑 让他说你去抓这个铃铛没事 反正我这个耳朵也没听见 那就像那鸵鸟会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头 他看不见他也听不见 他就有一个暂时的内心得到一个安宁的感觉 那也像很多基督徒 在想要犯罪的时候 就感觉说 这个心里的圣灵也不允许啊 但是呢 他又想从圣经里面去找到一些经文 可以去支撑他这种犯罪的行为 于是呢 他就会去断章取义神的话 就会用一个经文就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用这一句话来作为心理的支撑 他就非常片面的理解说 这个意思就代表说我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任何的事情 但是像这种虚假的自我欺骗的感觉 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他会把人领到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地步 到最后往往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就像政府的立法者和社会运动的这些激进活动家一样 他们也会用这样的文字游戏 还有欺骗性的言语 把坏事说的像好事一样 支持女性选择权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鼓励妈妈杀死自己的小孩 那支持儿童的选择权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把未成年的小孩 身体里注射那些本来应该给恋童癖注射的真迹 停止他们的发育成长 并且用纳税人的税金 为他们免费切除健康的身体机关 圣经告诉我们 撒旦是谎言的父 整本圣经记载的第一个玩文字游戏欺骗人的 就是伊甸园里的那条蛇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他在这段话里面一直不断的提到一个词 就叫羞耻感 他说我们要消除这种羞耻感 让人们可以去接受这些性病的疫苗 我们要消除这些羞耻感 让人们呢可以自由自在的享乐 可是如果这些事情是享乐的话 为什么享乐会有羞耻感 我们也都有很多享乐的经历 我们跟家里人跟朋友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不管是吃火锅吃烤肉 我们都感觉很快乐 但是这样的行为会带给你羞耻吗 或者我们出去旅游度假 是吧 有的人一放假的就说我要去坐游轮 或者是我跑到夏威夷去玩几天 这样度假旅行的时候 也是开心也是享乐 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羞耻吗 如果真的像他们说的一样 说我的身体就是我说了算 我的身体除了我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主人 我想怎么使用都可以的话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羞耻感 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是犯罪 不是享乐 这种羞耻感是来源于 你违反了神刻在心板上面的律法 那按照神的样式创造出来的人类 做了违背神律法的事情 就是会感到羞耻 感到害羞 就像在伊甸园里亚当下巴一样 犯罪之后他们就躲起来了 为什么躲起来 因为他们感到极度极度的羞耻 那么这个猴豆专家在提倡的 说消除羞耻感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要增长无耻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LGBTQ 这些游行 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 是吧 穿着那样的 那也不叫穿服装 对吧 基本上就是跟光着身子 在大街上 是吧 没有任何的区别 他们在小孩的面前 做出那些肮脏下流无耻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意的消除了自己的羞耻感 从而达到让自己变成一个无耻 而且是不知羞耻的人 那么打破了这样一个羞耻感之后 就会表现出极其的粗俗低级 并且用自己的身体践踏羞辱神的形象 所以呢 羞耻感是好的 羞耻感呢 可以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对与错 羞耻感可以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能做 什么是不能做 羞耻感与神的荣美圣洁 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 并且在神的荣耀光里面 让我们可以看到 而且明白 我们自己是不圣洁的罪人 那么还有一点他讲到 就是说 在所有的这些事情啊 发生的 其实都是基于个人观点 而不是基于事实 他说呢 难难性行为会传染猴豆跟艾滋病的这件事情 对于有的人来说 这就是有风险的行为 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说 这就像是最放松的礼拜五的晚上 这就像是一个伟大的 节日的狂欢跟欢庆 但是这个事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就像这个英国的问卷调查结果一样 所有152名猴豆患者 除了那一个不愿意回答的人之外 其他全部都承认了 就是因为难难的性行为感染了这样一个疾病 那么这个猴豆顾问啊 这个专家 他作为一个高学历的 高知识的 政府任职的 而且是研究这个方面疾病多年的专家 他会不了解吗 当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基于个人观点的时候 那就是完全否认了真理的存在 那既然真理不存在的话 那么就没有任何可以判断事情正确和错误的标准 那所有的事情都可能是正确的 黑命贵 你听这个组织的名字 他就应该是说 我们就是抗议黑人的生命很珍贵嘛 但是他们却掀起了在全国范围内接连发生的打砸抢 他们认为这是对的 那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而且是以观点为主 不以事实为主 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洛杉矶的高等法院 洛杉矶县的警察局 从5月28号开始 就不会拘留任何的盗窃 入店抢劫 吸毒 破坏公务 殴打 以及一系列其他的非暴力犯罪的嫌疑人 也就是说 在洛杉矶县 发生上述事件的罪犯 不会被抓了 而且更不需要在提审之前支付保释金 没有保释金这回事 因为他们都不会被抓 你支付什么保释金呢 所以这是明显的在放任罪犯嘛 哪怕是你去问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一个人 你说这样的行为对不对 他都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说 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他造成了社区更不安全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决呢 因为这个高等法院的法官 他认为 很多犯人没有钱付保释金 这对这些人来讲是不公平的 而且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 那么当然了 他对宪法的理解是绝对错误的 但是这就是基于他的个人观点 而给整个洛杉矶县的居民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那再接下来呢 第三点就是这个猴豆专家 他说的是 说让大家继续享乐 但是同时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安全 你说这句话到底是有多么的奇怪 因为只要有这样的行为 你就不可能保证安全 享乐 就不说享乐了 不用这个词 男人男男性行为 跟这个安全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其实呢 想要安全 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情 你就会安全 像是这些传染病 传播的途径 就是因为性行为的不减点 或者像是艾滋病也好 那艾滋病呢 成因还包括 跟其他人使用同一个吸毒的针头等等 你如果不去做这些事情 你不就是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吗 但是不光是这个猴豆专家有这样的观点 现在这种观点变成了一个政治正确 而且也出现在了教育系统的里面 加州教育局的网站上面明文规定 说关于艾滋病的防治 加州教育局不允许把禁欲 作为唯一防御艾滋病及性病的手段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可以告诉小孩 而且学校也不会告诉小孩 说你只要不去做那些性行为不减点的事情 你就不会得病 现在加州公立学校教育系统里面 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些东西呢都在教育局的网站上写着的 这个不是我危言耸听 也不是我信口开河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难想到 说教育系统告诉孩子这些 就是在告诉他们说 你们可以做嘛 就是滥教是可以的 跟这些发生非常高风险的这些性行为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不能做的话 他们就直接说不要这样去做 对吧 我们从来都不会告诉小孩说 哎 你跳楼的时候啊 你要记得先下楼 在楼下铺一个充气床 这样你跳楼会比较安全 不会嘛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不可以的 那是被完全禁止的 是不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会说 不可以做任何伤害自己的行为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我们不知道 现在在学校里面 有多少的小孩 已经完全的接受了学校灌输的理念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家长 甚至是基督徒的家长 对于现在发生的一切 是持有一个非常非常冷漠的态度 甚至是自己的孩子 被这样的东西洗脑灌输 也无动于衷 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 他也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严重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是不去行动 我们不去做些什么 这些事情不会自然的过去 不会有一天突然 这些人就变成了行公义好怜民 爱你孩子比爱自己还多的人 他们不会停止他们的行动 除非我们站出来置之 最近在华盛顿州 选民就发起了一个101号公投 为什么呢 是为了要推翻华盛顿州参议院法案 SB5599 那这个华盛顿州的参议院5599号法案 会被选民要推翻的原因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法案 让政府为离家出走 或者是无家可归的小孩提供庇护所 而且完全不需要经过家长的同意 并且他们还会为青少年提供健康服务 除此之外 如果青少年正在想要接受保护的医疗保健服务 那么寄宿家庭可以在未经父母许可的情况下 收容青少年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说这里面说的受保护的医疗保健服务是什么呢 什么叫做受保护的医疗保健服务呢 其实受保护的医疗保健服务 指的就是性别肯定治疗和生殖保健服务 那性别肯定治疗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给小孩打青春期组织剂 变性手术的那些东西 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健康服务 就是针对这一类的未成年的孩童 那那些认为自己是双性恋的 跨性别的等等等等 就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打的针 还有各种各样的药物 那么生殖保健服务呢 就是关于涉及到生殖系统的任何的医疗服务或者是治疗 那一般呢就像我们前一个新闻提到的 什么给你治疗性病啊 治疗艾滋病啊 堕胎啊 提供保险套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跟生殖系统有关的 那这些呢 他们都会提供药物 还有手术等等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字写到说 说生殖保健服务 其他的都包括就是不包括不孕不育的治疗 所以呢 真正的疾病他们是不提供治疗的 他们只提供那些因为不振挨身体而造成的疾病 还有杀死婴儿的服务 那么不仅如此呢 这个法案完全剥夺了父母的知情权 以及教导自己孩子的权利 你想想看 如果哪一天小孩突然耍驴发脾气 说我就离家出走了 政府可以在完全不通知家长的情况下 把孩子带去做他们想要做的堕胎手术 或者是变性手术 于是呢 因为这样一个邪恶的法案 华盛顿州的选民就发起了101号公投 要推翻这一个邪恶的法案 但是呢 在华盛顿州有一个一向积极参与政治 并且发生的华盛顿州的天主教协会 Washington State Catholic Conference 他们的领袖呢 却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对于推翻这一个法案的公投 表示不持立场 那下面呢 这是一封从这个组织出来的信 这个时间呢 是2023年6月15号 那一开头写的是 Dear Pastors 亲爱的牧师们 所以呢 应该是有基督徒的牧师 还有组织去找到他们 说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收集选民的签名 因为只有收集足够200万的签名 才可以把这个推翻法案的这个事情 放到选票上面 让大家可以投票推翻 那他在这个信里面下面写呢 说我们收到了这样的请求 但是我们华盛顿天主教协会 对于这个公投案所持的态度 是没有立场 这就表示我们不会在我们的牧区 帮助征集签名的请愿书 那么他们给出的理由呢 也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奇怪 他们不帮忙去收集签名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的理由是 我认为这件事不会成功的 时间那么紧 要的签名那么多 我觉得不可能做到 所以我们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那在这封信里面呢 也没有解释说 为什么他们就斩钉截铁 也就觉得说这个事是不可能的 我们就是不可能在截止 日期之前收到足够的签名 我知道 两百万签名的确很多 但是这并不应该是成为说 阻止我们去做正确事情的一个借口 现在在华盛顿州的LGBTQ活动的人士 还有国内恐怖分子安提法 正在联手起来 就是为了阻止人们去签署这样一个情愿书 他们就是要去阻止 人们有任何的机会去推翻这样的法案 收集签名的确不容易 在加州我们也做过 不管是说罢免加州州长纽森 或者是洛杉矶线的检察官 非常多的大家 很多的义工 很多的基督徒 都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事情不简单 所以我们才需要动员 每一个人都能够行动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 那些牧师会去找他们 说你们这个组织挺大 而且在过去一直都做这些 为正义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 你们可以在你们各个的教区推广 帮助一起来收集签名 虽然我不知道说 他们拒绝的真实原因 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种种种 但是我知道是 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应该被眼前的困难吓到 因为在我们里面的 比这世界上的更大 耶稣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害怕 你们要胆怯 反而是说 软弱的人靠着我能得到刚强 他也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说 要害怕 反而是让我们可以跟他 一起站在风浪之中 用人的眼光去看很多事情 当然都是不可能成就的 但是只要神说成就 一定就可以成就 红海可以分开吗 没听说过 天上会有云柱火柱就站在面前飞吗 绕着墙走几圈 成墙就会塌吗 这些是可能的吗 这些在人看来 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神 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能做的 是按照圣经指示我们的 按照圣灵启示我们的 按照耶稣教导我们的 去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诗篇58篇第一节说 世人呢 你们默然不语 真和公义吗 冷漠的对待这些事情 不发生 默然不语 并不和神的公义 当我们开始发生 祷告 行动的时候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所以我鼓励你 不管你是住在哪里 也不管你是父母也好 或者是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甚至不管你现在 是不是基督徒 都要勇敢的起来 做正确的事情 不要胆怯 不要害怕 不要妥协 不要放弃 如果你很爱你的家庭 你很爱你的孩子 鼓励你把自己装备起来 准备在家教育 那如果想了解 在家教育的经验 或者是你也 就是住在南加州 那想要加入到 家庭教育的组织呢 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的群组 我们在这里 有实行家庭教育 非常成功的妈妈们 可以解答你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呢 再给大家推荐 正立心牧师的 吹号者的事工 现在开始了 2023年暑期 圣经世界观培训 你一定会 非常非常的有得着 那么报名链接呢 我就放在下面的 评论区跟信息栏 强烈推荐你 一定要参加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 有任何的思考 或者是感想 或者你也有任何 想要说的话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非常感谢大家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